新港国中华董中心顺利完工这官党为民国主持六成真菜的电力 官党就来表示 华董中心完工对这新港的文化业势和教学的品质真有帮助 任为王辉美马俄罗政党支持教育的用心 抵抗风与抵抗风的发展 主力行华水 官党表示 华董中心完成对新港地区的文化 业务与学校教学品质都是一大提升 允许任靠新党的杜丸输求 新港地区它人口是成长的 二十六象征来讲的话 是四个成长型的一个象征 所以我们对新港的教育建设的投资不余力 我们营养午餐减半 我们剩余的权就是要投资这些教育的建设 以及各项的艺文活动的一些设备 那一个新的活动中心呢 能够带动我们地方文艺 以及文化的建设的发展 那也可以提升我们教学的一个品质 新港国中华董中心对母教医务 观影馆柯正碑付出最大的心力 立委奥会比表现 很多人共同努力 既既既有完成这些活动中心 真不简单 这个柯正碑 柯议员登记以来 有到我们这个活动中心 今天已经招手了 还有什么工夫 要感谢我们柯正碑议员 当然还要感谢我们柯博园 柯现场 在我们硬席的结构上 也跟我们拨了两千五 当然后续还有我们现场的一个预程 才能让我们这个活动中心 这样子出席 那我们说 这个教育是百年大月 不能缺 所以我想教育的部分 金费一定要优先来出席 新港国庄博团中心 本建教家球兵立美化 红武招龙定工程 总金押到八千五百万 是新港肯定的大工程 顺利六成 也总算完成 帝红等久的盼望 道中华新闻 咱们亲新港 彩虹报道